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发现这里面台北线 现在早就没有台北线了 所以他就会很单纯做什么事情 档案底下什么 然后寻找取代 然后他就直接做 例如说把这个台北线改成新北市 然后直接点全部取代 对不对 好 那各位应该知道有五都 是不是要做五次 那我会觉得说就光是这一个简单的动作 如果把它做成一个按一个按钮 请问你 这样就会变成什么 大家都可以做出来一模一样的内容 就不会有什么 这一次做了四个线式的一个转换 下一次可能做了五个线式的转换 再下一次可能变成只有做了两次 或者是当你做完之后 你相同这个动作 好 全部取代 然后接下来呢 你可能是不是想说台北线我做 然后接下来我做台南线 然后接下来呢 台南市 然后全部取代 然后接下来你可能在这边想说 诶 我刚台北线做了吗 那你就会说 我去找找看嘛 这里面还有没有台北线 对不对 这找的过程那都是浪费时间 你们了解吗 反正每次只要做那个重复的动作 做到第三次 做到第四次 尤其是下午的时候 我就开始很累 我就开始去准备要跟周公喝场了 会不会有这种情形 会嘛 所以呢 最好的一个方式啊 把它录制成聚集 做一个按钮 怎么做呢 我重新把这个范例打开咯 这个 铅笔地址资料 怎么做到这件事 所以打开这个资料之后 开发人员 我建议各位啦 看您是不是要以什么 以相对位置来去录制 因为通常以相对位置来录制的效果会比较好 就是你可能少写 少改一些程式嘛 好 然后点选录制聚集 第一个聚集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叫做什么 现式转换 好 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聚集叫做现式转换 好 我们写的第一个聚集 这个是用取代的方式哦 然后点选什么 将聚集储存在什么 现在这个活业部 然后点选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直接用常用底下的寻找与取代 取代 例如说 我的寻找目标 我从北开始往南写好了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不是 新北 台北县 台北县 改成新北市 然后点选 全部取代 确定 关闭 然后开发人员 停止录制 我是不是改完了一个现式对不对 了不起就复制贴上 产生五格嘛 所以呢 去聚集里面 去做什么 这个现式转换一的编辑 我刚是不是做了这件事 请问您 会不会做桃园县的转换 会嘛 怎么做 复制 贴上 桃园县 改成什么 桃园市 简单吧 那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贴上 接下来是什么 台中 台中县 改成台中市 道路市 接下来是 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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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是高雄县 高雄县改成高雄市 好,我就关掉了 关掉了以后呢 这个档案嘛 档案记得另存 存成铅笔地址转换的这种 启用聚集活跃簿 储存 那我现在重新把这个档案打开来 这个档案我重新打开哦 然后接下来我可不可以去执行 执行什么 取代 那比如说开发人员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聚集 然后刚刚不是有做一个 那个别格档案 是不是有用过 铅笔地址资料 点菜 就是刚刚我写句节那个档案嘛 我直接点执行 你看是不是全部把这个台北市做完了 然后台北市 桃园县是不是也做完了 然后台南市 新北市 新北市可以吗 就直接做完了 你看这样是不是多好 多美好 而且你会不会再忘记什么 这个有做那个没做 不会了 请问现在我把原本你可能手动要做五次取代 我花大概三分钟的这一段程式嘛 是不是做完了 而且以后只需要花一秒钟时间来去执行 是不是五次的取代就做完了 本来你取代可能需要花三分钟嘛 你说老师很简单的这个这个很简单就是用什么 用常用底下取代啊 然后分别打字 像连字都不用打了 而且标标准准的工作 好 所以我真的诚心的希望你们一定要听懂我现在所讲的是 但是这只是开始哦 这只是开始 我们等一下这种方式一点都不好 只是至少你如果会做到这件事 已经比那个手动做五次取代的人高干多了 而且可以重复一秒钟就做完这件事 可是我要请你们切记 这种方式一点都不好 为什么你直接破坏原始资料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录制剧集 然后改写程式嘛 然后完成取代 新旧地址转换用取代的方式的程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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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和行为